XM朋友們大家好,我是Ben姐 今天又來到Comptex 這次不是會場那邊的 在外圍,在Grant High Corsair有布朵放在這邊 這次在Corsair這個展覽裏面 很特別,Corsair是一間機箱火龍的公司 後期還出水冷 現在更厲害了,還出了DIY的水冷 當中最主要是會有一堆自組水,完整整齊 水冷口,GPU的冷口都是RGB的 所以一般玩家都不需要擔心RGB又不同步 再說,Corsair對RQ的軟件和ARGB的經驗都相當豐富 所以在新的DIY的水冷組合都不需要太大擔心 因為它全部都可以透過IQ來做一個管理 以及控制RGB 在我們身後也是X-Series的一些配件 其實都很齊全,基本上說得出它都有 例如硬管、Fitting、水泵、冷排、冷排都有 而且Fitting方面有四種顏色 黑色、白色、金色和銀色 都可以滿足大家不同的安裝需要 擔心自早水,當然水就很重要 Corsair也有水,有四種顏色 加多一種透明顏色 總共有五種不同的水冷液 大家都知道自早水是相當複雜的 所以Corsair特意出了一個網上的項目 讓大家計算一下自己的機器 要用多少個Fitting、多少個冷排 對於新入坑的用家來說,就相當有用了 而今次Computest也展示了一部最新的Corsair One 皮革方面就相當厲害了 今次這部i99的型號就用了i9-9980XE 而且顯示方面也升級了Titan 所以這部機的價錢也相當昂貴 剛才問了一個問過價後 大概是USD9999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儲存一下吧 另外火球方面也有更新的 這次就有一個RM系列 就是850、750、650 最主要都是Full Motivus 然後還有一個新功能,就是暫時未更新 因為最主要是Microsoft那邊未更新 他們說只要安裝Windows 10之後 在Sleep Mode開機就會更快 等它更新吧 大家看到後面發生什麼事? 沒錯,又是RGB的時間 話說Corsair早前的Dominator 已經是用了這種新的一種彈列方法 所以你看到LED密度是相當高的 而這個密度這麼高的情況下 當然要用到滑鼠上 接下來的滑鼠,沒錯的話 全部都會有漸變的RGB Corsair早前已經收購了Agato 所以Agato已經是其他其他東西 沒錯,後面就有一種新的Portant 哇,這塊,超大塊的Stream Desk 讓我看一看 432,總共有32個按鈕 但對比之前出的15個件 就多了一倍以上了 最主要今次更新 除了數字大了之下 其實也有一個Software更新的 就是RGB的效果了 除了物理上的Stream Desk之外 Agato也出了一個Program 就是Application版的控制器 又是3,5成的設計 不過這東西需要收費 每個月是2.99美金 所以聽說有不少的用家 都是用完這個之後 發覺OK就買回3,5成的實體版了 好了,走了一個圈 Corsair 這次算不算太多更新 因為最主要有些NDA沒過的東西 是在這裡沒得看的 所以之後留意我們VG和XF的一些報導 好,就這樣,完